好来看到花莲县海岸现长大约119公里 那么海洋资源丰富 目前花莲区渔会前方的渔室有9家的水产 小吃摊商属于违章建筑 那么县补师做观光渔室的工程将协助摊商来进驻 目前二期工程也即将完工了 也将在1月17号是进行竣工 二期工程增设营业空间到22间 与光照廊道 提供游客与消费者更舒适的品味空间 花莲渔港假日渔室成立至今已有20多年 营业空间老旧杂乱 而且土地不在花莲商港范围内 港湖分公司不再续租使用 因此花莲县政府农业处在附近完成了 花莲渔港观光渔室第二期工程 除了增加营业空间以及建制光廊走道 期盼能够打造花莲渔港的新商圈 我们渔室的工程预计会在 113年的1月17号报竣工 那未来的营运方式的话 我们是主要辅导目前在临时渔市场的摊贩 能够做迁移进来 目前外观的主体结构大概都已经完成了 那目前就是内部简单的水电 在做装修还有采光罩的部分 业者的部分的话 我们主要是希望辅导我们在这边 花莲区一会的会员 或者是我们在在即的渔民为优先 那也是以我们渔市的目前既有的摊商为优先 花莲渔港观光发展潜力逐渐整合 赏金码头向着广场渔市 多角化的经营之下 整个渔港将会展开全新的风貌 是否能够再次提升渔港区内的旅游热潮与能见度 赏金业者渔民大家都相当期待 记者凌杰花莲市采访报道